风一再起 我不跟没种的人做梦 这批货我吃定了 警方重塑林超成 我想让你走过敌 是 长官 林超成的眼神 只有杀语 冷恶和猜语 更为凶险的对手 挣这么大眼珠子 不怕把眼珠子挣出来 带来更加艰巨的战斗 梁小姐 恐怕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继续新诱 去哪儿啊 周末重剧场 卧底第四季第一集 正在播出 我是陆凡 警员编号 NH36311 我想让你做卧底 林超成的眼神里 只有杀语 冷恶和猜语 谁 你越来越想林超成了 阿诚 现在去文港码头结一批货 怎么是你呀 这次可不是一般的犯罪分子 而是有经验的香港卧底探员 就连你们派来的卧底都在为我做事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你到底是谁 你信我家伙吗 不要替我杀了阿诚 我的家也分他一半 她是警方的线路 现在你不要不要走到路线 你真的是警察 对吗 你到底是喜欢做警察多一点 还是做老大多一点 周思德 我到底是谁 爆炸 放手 起发前步避重 我要他所有档案 姓名 陈劫辉 陈劫辉 缉毒警察 警校毕业后 被缉毒队队长老马看中 开始了他的卧底生涯 林超华 大毒贩 掌握这个城市 80%的毒品交易 你的任务 打入林超华的团伙内部 抹清所有的毒品上下线 不错 我喜欢 跟我吧 凭什么跟你啊 凭我能让你吃饱饭 在缉毒队长的带领 以及警队的配合下 顺利摧毁了 以林超华和雪衣为首的毒贩团伙 林超华 你冷静点 把枪放下 你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你 就你 你给我听好了 你欠我的 你欠我一辈子 我让你欠我一辈子 我让你一辈子 活在你的自责当中 我让你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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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雪 中国武警岳江支队特警 因能力出众被缉毒队戒掉 执行卧底任务 我已经初步接触到林超成 希望你们配合我 真正地打入林超成的犯罪集团 是 林超成死去毒贩林超华的哥哥 长期在境外从事制毒贩毒活动 为给母亲和弟弟复仇 同时为了开辟更大的毒品市场 前回国内 那 超华 我回来了 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谁饶过我的家人 在第三季的故事中 林超成的出现 让当地的治安与基督形势 面临着严峻考验 警方组建了由阿辉领头的侦察小组 正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陈杰辉警官 以后 大家叫我阿辉就行 并由与林超成前女友十分相像的杨雪 来执行卧底任务 杨雪 你特下我一碰吗 还有我 成功 留守 下手 我陈杰辉凤谷到底你赢不了的 赵队 他是一名警察 警察就会随时面临着牺牲 在相处之中 林超成对杨雪见深爱意 这让杨雪陷入危险的情感之中 为什么怀我 我是真心喜欢你 我想真心对你好 你对你以前没有的感情不是很深 所以我不想做他的替代别人 就像我说的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做鸭鸭的父亲 故事结尾 杨雪卧底身份暴露 警方此时已把林超成的整个团伙一举击溃 林超成深知自己已经没有退路 于是挟持了杨雪和林超华的女儿 鸭鸭 仓皇逃窜 我将抱起来 不用杀了他 前龙 我到鸭鸭走 陈杰辉紧追不舍 情况十分危急 前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饿了就得吃啊 晚了就吃不到了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当心撑着 我胃口好 行了行了 阿昌阿里 想想你们以前小时候 一个个都是好兄弟 现在为这么点小事吵 吵什么 有必要吗 三哥 这批货是我搞的 具体卖给谁 我还用跟他商量呢 阿昌啊 这事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出的价格不比别人低 你为什么不卖给我 你 对不起 我不跟没种的人做买卖 这批货 我制定了 老板 这么热闹啊 站着桌子不点菜 不耽误别人做生意吗 瞪这么大眼珠子 不怕把眼珠子瞪出来 你干嘛 你干什么 干什么 给我坐下 干什么 坐下 干什么 坐下 三叔啊 今天什么日子啊 搞这么大排场 我们可不想看到有人搞乱子啊 这里能有什么乱子啊 那就好 别到时候狗咬狗 整大家都不好看 三叔啊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三哥 那我也走了 三哥 那我也走了 这是什么 通电视生 虽然有什么 怎么样 三叔 还照得住吗 照了几十年了 快照不住了 照不住就交给我们咯 在香港我还能照得住 到了大陆 我就照不住咯 听三叔的意思是 他们想去大陆啊 我们得找人盯着他们才行 那我就负责丁阿昌 你负责丁阿里 好 温警官 欢迎欢迎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 就警官说 我这次来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在香港有两名犯罪分子 试图将本市当作他们运输 军火和毒品的中转战 所以我希望我们警方联手 能够把这伙犯罪分子施以重击 只要需要我们警察配合的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刘局长 我想抽掉个人进来 加入我们 谁 怎么样 最近生意还可以吧 挺好 挺好 刘主 挺好 你们呢 挺好 阿贵呢 挺好 挺好 现在生意不好做 大家留心点 刘主 人家差不多到期了 可以开始吗 再等等吧 阿贵呢 超成的 还没到吗 老年他总是第一个来给我注授的 请问阿超大部外面生物出现哪个问题 不愧 前几天还跟我通过电话呢 说他能赶回来 还说要带一个女朋友一起来呢 我想他不会骗我吧 好 不愧 是吗 你想你 看什么 我看谁 прид着 还馨 不愧 不愧 你别误了 我看谁 林昭成 你给我把墙放下 你已经逃不了了 是吗 我看该放下墙的人应该是你了 这么丰盛啊 这几个老家伙都在啊 李叔 今天您过大厨 也不叫做瓦死我了 没事小的懂事 给您准备了份后礼没问题吧 没问题 来的都是客我当然欢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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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回去告诉你们昌书 下回就不是空响了 滚 滚 这事啊 明晚 算了 不要和小贝置气啊 算了算了 你是不是超红他 超红来了 他们出事了 阿辉 你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杨小姐 我是香港警官 温慧敏 现在有一件案子需要你的帮助 对不起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要归队了 杨小姐 恐怕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是陆帆 警员编号NH36311 警校成绩连续三年第一 最有望成为警校高级教官的陆帆 是不是你 是 长官 是名一名警察 最重要的是什么 维护法律 维护正义 我想让你做卧底 多谢长官信任 你是完美的提醒 李叔 吃水果 李叔 吃水果 你先出去吧 我现在静一静 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 我遇到你之后 我都想好 但结果 你把我骗得这么彻底 你比谁都才人 你知道不 我怎么了 我唯一爱的女人 现在却拿枪指着我 我曾经说过 死在你手便是想不想的 开枪 事情都过去了 现在什么也别想了 好好休息一块时间 有些人 有些事 是你想忘也忘不掉的 对吧 你的伤怎么样了 早就没事了 因为 我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没完成 卖顿 对自己的心情伤害满意吗 满意 还蛮帅的 但还是喜欢以前的模样 少说点没用的吧 你 我让你把林郑城的资料变下来 对得怎么样了 对啊 但是我又没和他接触过 很难模仿的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只要记住 死的是我陆帆 不是林郑城就好了 看来这张任务没有他帮助 我们很难完成了 嗯 你还会做菜啊 自从当了警察以后 我就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 有的时候 甚至都忘了自己还有家人了 尝尝 看看好不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对了 还会 你还会继续当我底吗 只要是正确的事 总会有人去做的 你呢 任务结束了 该会不对了吧 阿辉 我接受新任务了 我接受新任务了 去哪儿啊 你知道 我们的接触 好 那我不问了 快试吧 一会儿菜凉了 我去再做个汤 阿辉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其实 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的 可能是因为我走太笨了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或许说 我根本不会像别人一样 给你一个隆重的求婚仪式 但是我是真心希望咱们俩能在一起 在今后的日子里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能一起面对 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杨雪儿 给我一次机会 嫁给我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相信我 对不起啊 阿辉 让我想一想 你已经ան了 不要 别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儿阿辉吧 先放下枪啊 我警告你啊 不要再挡了 去 住手 光以林超成的长相来演示身份太冒险了 林超成的言谈举止 行动作握 音容笑貌 必须丝毫不差 否则 很容易被识破 所以我们得需要杨雪的帮助才行啊 杨雪那边 我只能试试 谢谢你啊 陈警官 不过那个陆凡能行吗 陆凡啊 出来吧 喂 你脾气太差了吧 还那么凶 不凡 他可是你的前辈啊 陈杰辉警官 对前辈讲话可要客气一点哦 那又怎么样啊 好汉不提当年有 对不对啊 陈警官 干嘛 还要来了 林超成的眼神里只有杀意 冷恶和猜疑 不像你的眼睛 阿长 亏我把你当兄弟 可是你连自己兄弟的女人都要抢 是你自己不知道真心 如果没有我 阿丽安早就死了 你胡说 是你故意骗她说我死了 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忘记我 可现在我回来了 她还是我的女人 阿长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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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个骗子 骗子 阿丽 这么多年你没有回来 我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因为阿长 我也活不到现在 不过我现在回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和她在一起 阿丽 这个和阿长没有关系 是我对不起你 阿丽 你没有对不起我 是她 她是个骗子 不要 阿丽 阿丽 你一个威逼小人 我今天要杀了你 胡说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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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得我这辈子无儿无女 可你至少还有灵儿陪在你身边 这好像不太公平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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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你与零二远一点 要不然 我真的会把真相告诉他 你不会的 喂 成叔 我们的货被人抢了 死了好多兄弟 谁干什么 狗狸 李渊泰啊 李渊泰 我果然没看错你 表面上在这儿跟我罢手言和 背地里竟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哈哈哈哈 阿昌啊 我这个人向来是人尽我一尺 我还人一丈 我今天之所以来跟你握手言和 并不代表我怕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要再这样下去一定没有好结果 好啊 彼此彼此的 阿佐怎么样 兄弟们伤得重不重 张主啊 我阿佐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欺负啊 你可得给兄弟们做主啊 查到这班人什么来录啊 人当然没看清楚 不用讲也是老黎那伙人啊 他们订我们这笔货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怎么知道今天就是咱们的交易日啊 也是啊 是不是我们正有内鬼啊 阿佐 你这样 你先去安抚受伤的兄弟们去养伤 之后呢 公司的事儿 我会让阿东帮你管理 不是吧 常说我 我身体好了呢 傻小子 我当然知道你身体好着的 你受伤的兄弟不管了啊 你怎么做大哥呢 去吧 怎么在这个时间赶来了 这不是怕你搞不定吗 所以过来帮忙了 你那边的事情有进展了 前几年啊 安插在阿长身边的一个物理探员 他说阿长有一批货业的交易 这次约我来就是咱们的安全屋见面 如果情况舒适的话 这可是抓捕阿长的最好机会 我们说有意的什么想法 他说是乱与你手 阿长呢 你走 他说是乱与你手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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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你走 就走 你进来吧 这都进不来的话 怎么走我地啊 我来就是想找你聊聊 没别的意思啊 我跟你没什么头疼的 我就说过不行的嘛 原本是温警官要来的 但他没时间硬是叫我过来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请离开吧 我看过你和林超成接触的资料 我一直在试着理解你的感受 别说了 其实呢 恐惧只是来自于恐惧本身而已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 反而一切都坦然了 就像你现在看着我 又没有好现 林超成 我从来不会像你这样笑 它的笑 只会让人发冷 而且 没有人 会知道它在想什么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以后会好好研究的 让人家的感情 还可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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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是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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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属 有点 阿輝 就算我求求你 現在能救你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自己 對不起 我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堅強 不不不 楊璇 你現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正確的 能向任何人道歉 林超成已經死了 那個人 是為了接下來的任務 求莊正容的 他們現在需要你的幫助 不是 可是我做不到 楊璇 你聽我說 除了逃避 現在就剩下面對了 林初 有成哥的消息了 他在被同方通緝 好 我知道了 你們只有幾天的時間熟悉資料 尤其是陸凡 一定要多聽取楊曲的建議 我可以有半點馬虎 聽見沒 是 長官 記得我為什麼選你嗎 因為你底子夠簡單 足夠出色 當然記得吧 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等你回來 等你回來了 咱們就先回來 嗯 聽證實 是 倉書倉庫的資料 拿到了吧 等這次任務完成之後 我調你回來 升職 怎麼是你 在我國內地私自持有槍枝屬於違法行為 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槍械同樣是受到管制的物品 只有在特殊情況下 可以領牌持有某類特定槍枝 而黎元泰 而黎元泰與阿昌團夥 非法持有槍枝的行為 涉嫌違反了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法例的相關規定 根據香港法例 第238章 火器及彈藥條例 第13條 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 一 任何人除非持有槍械或彈藥的管有權牌照 或者經營人牌照 否則不得管有該等槍械或彈藥 二 任何人違反第一款 極屬犯罪 阿昌和黎元泰原本是一對同生共死的好兄弟 但因為愛上了同一個女人阿蓮 而反目成仇 黎元泰失手 殺死了阿蓮 更是成為兩人男姐的心結 如今阿昌和黎元泰都已成為黑幫的頭目 舊時的恩怨讓兩人明爭暗鬥多年 對走私的生意 你爭我奪互不相讓 而為了瓦解這些黑幫勢力 粉碎他們的走私生意 香港警方派警員陸凡 整容打扮成黎元泰义子林超成的模樣 搭檔內地警察楊雪前去卧底 二人假扮成情侶 希望打入黑幫集團內部 收集證據 將其一舉抓獲 那麼在老謀深算的黎元泰面前 陸凡能否扮演的低手如露 順利取得黎元泰的信任 而楊雪雖然接受了此次的任務 但是面對著與林超成長相如此相似的陸凡 他難以擺脫之前與林超成產生的情感糾葛 這讓他的內心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如今南警官遭遇不測 香港臥底探員的資料也被刪除 這讓警方陷入被動 那麼這個人究竟是誰 更為可怕的是臥底資料的洩漏 讓陸凡和楊雪的身份 也面臨著隨時會暴露的危險